然后你也说你在那个拍戏的时候 就是你用的东西都是真感情 尤其是陆珍传奇 所以现在广大的那个粉丝们 都要你们在一起 在一起 你们现在到底在一起了没有 没有 那是你单方面的一个表白 我觉得这也不算表白了 因为我觉得我也是 怎么说也是年轻人 我会对别人有一些好感 或者说我会欣赏某一个疫情 我觉得人欣赏就欣赏 喜欢就喜欢 这个东西又不是说 喜欢就一定我们要结婚吧 我要去追他 不是这个样子 就是一种欣赏的一种喜欢 没什么都不能说的 最近随着孟华路的热播 引发了娱乐圈的考古热潮 围绕着刘亦菲 陈晓两位主角 网友们愣是拔出了半部当代内云发展史 这其中当然少不了明星的感情故事 已婚男星陈晓不但有现任老婆陈妍兮吸引关注 连过往恋情也再次引发热议 这倒也不奇怪 谁让她传说中的前任是赵丽颖呢 赵丽颖和陈晓的第一次合作 便是在于郑的公所珠帘当中 二人在剧中饰演十九阿哥和福晋 陈晓第一次看到赵丽颖便惊为天人 可是赵丽颖却觉得陈晓不过是一个幼稚的小男孩 后来陈晓与赵丽颖又因为出演陆珍传奇而火爆全网 成了大家非常看好的荧幕情侣 看剧的男女老少们站在前排吃瓜 并摇起那喊着 你俩干脆在一起吧 大家夜歌月上头 甚至连以后的官宣文案都给他们想好了 在他俩之前 让大众这么上头的CP热度 还真是闻所未闻 更有甚者 出现了挖坟科堂视频剪辑 不放过直言片语和细微末节的互动 李政他俩是一对 证明着证明着 他们还真就大大方方发糖 满足CP粉的幻想 疑似恋爱了 但是你对节目的事上 他不用说话 但是我希望 我看你们之后 就是在过程中弄的 和食物食的帽子来听 然后之后他可能会开心 所以看这些东西 我就会参加他的反应 参加综艺节目 快乐大本营的时候 有吃东西的环节 称笑二话不说 把第一口食物 直接送到了赵丽颖的嘴边 自己没吃多少 全程对他关怀备至 另一档节目中 干脆来了个现场表白 就在很多人都刻 赵丽颖和陈晓 CP正起劲的时候 二人之间却突然 没了任何的互动 这段似是而非的感情 还没有正式公开 便猝不及防地 画上了一个句号 2015年 在陈晓事业发展正好的时候 突然官宣了 和陈颜希的恋情 2016年 二人便火速步入了 婚姻的殿堂 举传陈晓和陈颜希 是在一起合作 神雕侠侣时 因戏生情 也有传言说是因为 陈颜希介入了 陈晓和赵丽颖的恋情当中 因此 陈晓和赵丽颖 只能遗憾结束 但事实真相到底如何 可能只有当事人最清楚了 赵丽颖本来就是一个 事业型的女强人 和陈晓分开之后 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都投入在了事业上 相继参演了多部爆款剧 靠着精湛的演技 得到了无数人的认可 她现在已经是 娱乐圈首屈一指的 一线女星 在感情方面 赵丽颖兜兜转转之后 遇到了冯绍峰 二人在社交平台上 甜蜜官宣了结婚的消息 并火速产下一子 只可惜这段感情 从开始就不被人看好 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 便已离婚告终 赵丽颖和冯绍峰离婚之后 陈晓反倒登上了热搜 无数二人曾经的CP粉 希望陈晓追回赵丽颖 打开她的个人社交平台 句句都在追问 赵丽颖都离婚了 你什么时候离婚 无语程度 堪称人类迷惑行为大赏 不过也不怪网友激动 结婚后的陈晓 月月传婚变 年年不消停 对此 陈颜希也是不卑不亢的回应 婚姻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 只要我们好好的 不用理会其他事情 我们就说 老说陈晓眼睛没有光了 他是奥特曼嘛 眼睛很有光 眼睛官网非常有才 他讲说陈晓 周说陈晓那个什么 眼睛里面的星星 星星不见了 然后就一个网友在下面评论 生出来了 所以就其实 我觉得 怎么说呢 这日子还是我们在过 其实我觉得只要在我们自己的小世界里面 我们是 稳稳当当的 开心的过我们的小日子 对我来讲 其实外面的那些东西 不重要 而一次阿雅在采访中 问及陈晓 如果赵丽颖对你表白 你会怎么样 而陈晓接下来的回答 让阿雅都感到意外 他直言 会有点无措 这个回答也算是注定了那时两人的结局 如果赵丽颖现在对你表白呢 会有点无措 不知道该怎么做 嗯嗯嗯 因为我现在并不是很确定 就是那一种喜欢和欣赏 到底是不是 到了可以恋爱的那种爱情 有人说 陈晓结婚后眼睛没有光了 婚姻不过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子 少了明星光环 都是普通人 谁的眼睛每天都在放金光了 那么看完你有什么不同看法 欢迎下方留言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